我要跟你就是先道歉 欸 他們說情人節快樂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趕快打電話 跟我講情人節快樂啦 王沙偉 雪蘭芳公開認愛 當中上演勾鮮劇 吹聲拉扯抽甜 我們邀請到誰呢 點... 小愛四個 就是一天到晚跟我出現在 八卦媒體的男偶像 這真的很難得 而萌萌 王沙偉來向 最美博士 雪蘭芳主持的網路節目 緋文傳遍斑邊天的兩人合體啦 新聞媒體常常捕風捉影說什麼 五六不能亡啊 然後五五六六的不合啊 還是什麼的 有一件事情就是 少爺哥從來沒有解釋過 但是也不會去極力的澄清 為什麼不合 因為我個人低調 怕太紅 怕賺太多錢 所以沒有辦法合體 現在這個狀況其實是 我們整個團隊 更好的狀況 就是自己做自己想做的 其實我跟幾位成員 還是有在聯繫 也跟他們有在聯絡 革命情感這樣子 歷任的交往過程當中 哪一段是讓你印象深刻的 大概36歲的那一年 有一個女生啦 如果以現在我來看她是 非常適合走入 我下半輩子的一個人選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完全沒有婚姻的觀念啊 或者是家庭的觀念 也不知道自己叫什麼 我覺得那是重點 那就在她離開的時候 讓我突然發現說 哇 原來再好的人 你不把握她都會離開 節目還安排少偉哥的小咪妹 一起玩遊戲 沒有變了 蛤 沒有變了啦 沒有變 妮某波線 哈哈哈哈哈哈 再說一次 我有沒有變 你兩變超帥 我覺得他頂以前帥吧 5566 你最喜歡誰 王少偉 我喜歡 哈哈哈哈哈哈 眼光有問題 那除了我 你喜歡誰 雙鞋子 雙鞋子 雙鞋子可以的啊 很多人 我們製作人也是 雙鞋子 因為那時候就是會覺得 又喜歡隊長 可是你來不及了 還有下雨頭 如果現在邵緯哥撩你 你會忍受得了誘惑嗎 這個幸運 定運 數字 我以為你要問他算你的幸運大不大 真的直接喔 前進去挑戰 尚偉跟藍芳是令人稱氣的情侶 但在情人節的當晚 尚偉卻沒找藍芳 就讓藍芳很生氣 你知道今天是情人節嗎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要跟你 就是先道歉 可是你有心就不會忘記啊 後來我在結束的時候 大家就說 哇 大家情人節快樂 我才發現今天是情人節 那你在他們說情人節快樂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趕快打電話 跟我講情人節快樂啦 要面對面說 不是 不是 你當下就要 要當面說 至少可以展現出我的欠言 你當下就要趕快先跟我說 我知道是情人節 可是你都沒有講 你怎麼可以忘記 你怎麼可以忘記 你怎麼可以 你不要再打我了 你都忘記了 放他 起立無視他 風雨變色 我心想熱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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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哎唷 壞掉了 是